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 中國是最早熟的農耕國家 那當然它作為一個早熟的農業政權 它已經建立了國家 後來到中國周邊有一些國家 想要建立政權的時候 那不要從頭自己把這套東西 run過一遍 旁邊已經有一個模組可以學的時候 它就直接拿來做調整 做利用 好 因此我們看到 越南朝鮮半島日等 我這張是按照時間牌的 越南比較早是因為它被東方併入 朝鮮越南部 朝鮮半島也曾經是中國的郡縣 那後來也受中國影響 但日本相對晚 到現在在課本的章節 各位可以看到第18頁 是從日本開始的 那你知道先後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按照課本的順序來談 今天大概有35分鐘會先集中在這三個 我們廣義稱為東亞文化圈 也就是以中國農耕市 這樣生活為主的 他們的國家建構 你先把日本的旁邊寫一下 古墳時代 這個古墳時代在前兩年還曾經蠻 就是說在新聞上一直在報導它 為什麼 因為這些古墳被列入世界的大遺產 所以古墳給都會看一下它的樣子 古墳就長這樣子 它就很像那個鑰匙口 在大阪奈良 各位在還可以出國的時候 有沒有曾經在那個 關西國際機場那個地方出入境過 就那個地方 大阪奈良 還有像鴻海在那個借 借其實也離關西機場很近 它也在充滿了這些股份 那這些股份是死後的牌場 死後的牌場對照的就是 它生前優勢的政治地位 政治很高的地位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在日本 國家凝聚的過程當中 這些位高權重的統治者 當時日本也是很多國家 但在死後 因此就有這樣子的一個設置 那被列入世界發言遺產 好 那我們回頭看 剛剛這個名詞 它的時間 各位定位一下 三到八世紀相當於魏晉南的一場 到唐這段時間 所以這些國家最後的凝聚 以至於它向中國大規貨學習 就是大化合心 這大化合心已經是古墳時代在後面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日本政治的統合 好 那這邊我是栽不滿一版 因為它跟我們課本第一段相比 它寫得比較清楚 他說日本本來最早是透過朝鮮半島 接受中國文化 你從地圖上看 朝鮮半島很像一個橋 只不過這個橋並沒有完全的搭到日本 更為造成一個對馬海峽 可是因為中間有很多的島嶼 所以實際上一個觀念 或者某一個物質的發明 它要從中國透過朝鮮半島到日本 並沒有很困難 我們看到日本史這一段 就是間接吸收中國文化 所謂的中國文化就包含 政治上的這一些 我們剛剛講的模組 各地紛紛出現以豪谷為主的小國家 那你姑且把它想像成是中國的 像是春秋戰國時代 非常多的國家列國的格局 那這些國家彼此競爭 並且後來不斷地整合 因此有一個國家最後勝出 就是大和國 大和國其實就是後來我們講的日本 我們現在都還用大和來代稱日本 譬如亞馬峽 那因此他的統治者叫大王 後來叫天皇 是跟中國學那個統治者的稱號 那因此這個大和政權 其實我們講的就是這幾百年的歷史 那各位看 這張你不太常看到的地圖 這是日本小國領地的時候 也就是在日本成為單一國家之前 他就是這些政權在競爭 那那些股份出現在哪裡 就是權力最集中的這個 所謂的基內或什麼叫關西的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大和政權後來就把其他的政權 併吞或者整併 整併之後就長這樣子 這是大和政權 那這張地圖你要看到另外一個點 第一個是國家從負數形態變成單一形態 中國是不是在秦始皇也是大一統 所以這種國家的競爭以及後來變成單數國家 類型上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接近的 可是大和政權跟今天的日本還是有出入 各位有沒有發現它的北邊叫蝦夷 蝦夷大概約略的同於今天我們叫愛母族的那一群人 他們在種族上是跟艾斯基諾人比較接近 然後他們在生活上是狩獵 他們不懂得 那各位都知道中國式的觀念是不是 不農耕都變為蚂蚁農地 我們前面是不是講過 這邊不農耕就蝦蚁啊 不農耕就是熊 就是老鷹啊 簡單講這些都是禽獸般的存在 所以我們是不是從這些名稱 就大概知道它是接受了中國這一套 農耕的文化 農耕的國家的形態 而同時也是有一種排他性 把其他的生活形態就變低了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好 那我們回頭看課本第一段的地方 那剛剛南一板街這邊各位就看到 小國林一把花下來 所以日本是從複數形態的國家變成單一形態 那因為權力在集中 統治者的稱號也在往上堆疊 後來日本的版本的最高統治者叫天皇 那當然在天皇有很多種講法 他為什麼不是像日本一樣稱皇帝呢 其實日本早期真的有稱皇帝的嘛 天皇只是後來背後再去追溯的時候 就把其他名稱都提除掉了 你真的去看真的有稱皇帝 那天皇我看到一種講法 因為這個時間點大概相當於是唐高宗的時候 那因此唐高宗的時候 當時唐高宗跟武則天就是稱天皇跟天后 就知道現在演藝圈是不是唱歌天皇天后 那政治上曾經唐高宗、武則天皇是天皇的天后 那據說是把這個天皇拿去留 那我們知道概念上是奉天成韻 所以如果皇帝因為奉天成韻 天加皇是不是也可以 這個詞也可以去理解他 好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詞 他是從中國這個模組演變而來的 那在日本的版本統治的正當性怎麼來呢 你這邊畫下來 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後代 天照大神就是日本神道教的太陽神 所以在二次大戰之前天皇都不是普通的人 所以他們是神的後代 所以昭和天皇在二次大戰戰敗的時候 他不是透過廣播御英放售嗎 而且他聽到神的聲音就嚇到了 但是其實二戰之後這個概念就 神的後代這個概念就被取消掉 就是天皇其實是普通的 當然天皇到目前為止 就是天皇是沒有信 只有明的 現在這個天皇是誰 明人已經退位了 他老到覺得已經沒有辦法執行天皇的工作了 現在的天皇是德人 所以明人 德人這樣子 這到他們的名字 那一次你把政教合意標記一下 政教合意其實我們在很多的政權 這都是他正當性的來源 那中國所謂的奉天成運 或者天命彌藏有德者居之 那個天還是一種廣義的宗教 好 那因此我們在這個地方看到 這是他統治的正當性 那再我們看到的是 這邊我帶一個我們課本21頁有的一段資料 你可以看到課本21頁 三段資料我也討論了兩段 好 第三段資料 資料三 這邊是一個日本書記已經是日本最早的文字記錄了 大概都相當於我們現在談的中國隨堂的時期 因為他吸收中國的文字 留下紀錄 好 但日本書記裡面就有提到石童天皇 這是日本的一位女天皇 她是從皇后變成天皇 不過這不是我們現在討論的重點 你把這邊他幾位的時候 好 就是有人像就是新的天皇奉上 神洗劍經把這幾個詞畫下來 神是形容詞 這代表他是宗教的器物 好 所以他有三項東西叫洗劍經 洗就是御洗嘛 我們是前面講過中國統治者的正當性 有一種是傳國洗來做代表 所以這個有點類似 但劍跟靜都是他字面的意思 我為什麼特別談課本21頁的這件事情 因為前兩年 也就是現在的日本天皇德人 在即位是第一個他把年號改成叫令和 今年是令和三年 再來在他即位的過程當中 他有非常多的儀式 來頭一願 就跟這三神器有關係 三神器就是靜 劍 玉 約略等於剛剛你在日本書記 這21頁看到的那三樣東西 那右邊不是這三樣東西的本尊 只是模擬他想像的樣子 因為日本根本不會給你看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可能收藏在這裡 這邊是不是都寫相傳 相傳的意思就是沒有人知道他到底在 大概只有天皇德人知道 好 那所以德人在即位之前 就是去了一世神宮 據說就是跟這個八持境的關係 那日本這一套所謂的禁見律跟中國的道教有關 那後來也融合到他的神道教 變成是一個統治者擁有這三項東西 強化他統治的正當性 那我們從日本書記的那個敘述 到現在的德人天皇已經隔多少年了 一千三四百年了 他還繼續在進行 他是一個前兩年就是現在的事情 然後你回頭去對照一千三四百年前 他是類似的事情 所以我們都知道現在東亞的國家 幾乎都是民主共和國 唯一還有世襲傳承的是不是日本 所以現在唯一有年號是日本 唯一會有強調統治正當性的 你在日本大家看得到 所以其他地方都沒有世襲 好 再來 那這些我們剛剛都看過了 好 那我們這一段其實講的是統治正當性 接著請看到十八頁的最後一段 那他這邊跳得有點快 其實在日本歷史上 中央集權於天皇只是比較短暫的現象 而且在日本歷史上只有兩段時間 其實你滿熟的 這一點也可以補充在旁邊 日本集權於天皇只有大化革新 跟明治維新這兩段時間 那國中課本大概這兩件事可能會提 大化革新相當於水堂 明治維新就是相當於中國清末 受到西方衝擊 這兩段時間日本的天皇是有十全的 簡單講中央是有力量的 可是日本在比較多的時間 譬如說天皇制度出現之前是好強 這時候在地方都有權利 但等到十世紀之後 十一世紀之後 天皇慢慢hold不住了 這是大化革新以後的一段時間 地方的豪強就趁機就在崛起了 因此到十二世紀就形成所謂的幕府時期 那幕府時期我們先看一個標格 那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整理 歷史上在日本先後有三段幕府時期 也就是幕府大將軍戴天皇執政 蓮昌幕府 蓮昌是在東京南邊 所以大將軍就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將軍的大本營 大本營其實就是幕府 然後後來的士庭是京都的地名 在京都有一個幕府 後來姓德川的 這我們比較熟 在江戶就是今天的東京有一個幕府 因此這三個時期都是戴天皇的執政 我們來對照一下課本的敘述 你把課本第十八頁 第十九頁這個地方 注意一下 到了十二世紀末 豪族霸主元賴朝 元賴朝所建立的就是蓮昌日子 那他是以正義大將軍 你把這個詞畫下來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談的是一個 有人想要取代天皇的代子 就是取代他 可是他們真的取代他沒有 他是以天皇的名義來統治天相 這個如果以中國的版本有點像是尊王狼 有一點像春秋時代的尊王狼 所以天皇還是繼續的傳承 擁有象徵的地位 那大權是在幕府身上 可是幕府會不會最終把天皇家族幹掉 不會 在日本天皇號稱是萬事一夕 就從最早的天皇到現在 概念上他們是洩原不斷的傳承下來 各位知道中國不是 中國是不是幾百年就砍掉雙面了 這個朝是 這個朝代是這個姓氏所建立的 是不是被推翻了 那日本比較特別是 他其實天皇家族概念上一直傳承的 然後這個正義大將軍你注意一下 這個義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蝦夷 北邊的蝦夷 這一些少數民族 是我大和政權 日本政權的威脅 那所以經常會有大將軍以正義的品號 建立幕府 幕府就是他的前進指揮所 那五家政權是指武人建立的政權 那我們後來也把正義大將軍 就直接叫幕府大將軍 原則上大將軍是指那個出征的leader 幕府是指他所建立的這個leader的那個office 好 那因此這一套東西 從一個本來是臨時的指定的任務 到最後變成是一個架空天皇的職務 可是課本這邊有提到一段 你把19月第三行畫下來 其實這一些幕府大將軍 都跟天皇家族有一定的血緣關係 注釋有詳細版人在看 所以幕府大將軍很重要的是 他們跟天皇家族結為親家 有血緣關係 這是他們成為幕府大將軍的朋友 秘要條件 至少他們的生成是這樣 那代表什麼呢 其實跟天皇戰上關係 就是家族戰上關係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那這不就是某種統治的正當性嗎 所以他雖然是代天皇執政 可是他還是要說服日本這個天下的老百姓 為什麼是擁有史權的 好 那這邊也提供各位參考 那當然這個日本版本 我們看到中國版本就有一些不太一樣了 好 再來 我們日本講完 記得看朝鮮 那朝鮮跟日本狀況不一樣 它就是中國大陸右邊延伸出來的一個半島 所以它受中國的影響直接 而且比較髒 好 那我們看到朝鮮半島這段時間的變化 先給各位看一張地圖 這一張是漢武帝所設置的詩訊 先把朝鮮這一小節的第二條畫下來 西元前二世紀被漢武帝納入版圖 被漢武帝納入版圖的就是這四駮 如果是二、三十年前的台灣的國考中生 就要被這四駮的名稱 惡浪、懸吐、針藩、冰河 駮的意思是駮艦之領駮 漢武帝直接派駿首限定在這邊治理 大概相當於今天北韓的部分 我們簡稱就叫漢四駮一起在旁邊 就是漢武帝在這邊設置的四個駮 當然底下就有很多的縣 但它既是整個農耕中國、農耕國家的擴張 但是對朝鮮半島來講 這就是一個外來政權 或者一個中國影響到朝鮮半島的旁邊 那我們看一下其實還不是漢武帝 後來中國政權陸續都漲過朝鮮半島一部分 像各位知道三國號稱是中國分裂的時候 但你看朝衛的政權是不是也統治了朝鮮半島一部分 先前的四駮都還有參與 那什麼時候這個局面才改變呢 我們看到課門第十九頁的敘述 直到四世紀 這個四世紀你不會看有什麼感覺 你幫他寫一下永家之禍 我會講比較快 如果真的沒有聽的笑話很好 就可以再看一下影片 好 永家之禍跟我們先前講的那個八王之難有關 八王之難不是西晉的諸侯王大亂鬥嗎 鬥了十六年 把西晉的政權整個鬥到垮掉了 垮掉之後不是胡仁紛紛居地建國嗎 最後就綁架了西晉的最後兩位皇帝 我們把這一件事情叫永家之禍 也就是西晉的滅亡 那你們國中應該知道西晉滅亡之後 姓司馬的有一個諸侯王司馬瑞 是在南邊重建晉的政權 我們因此在南邊意思叫東晉 知道這件事情嗎 好 那概念上來講中國是退到南邊了 所以這一些朝鮮半島就獲得解放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張概念的地圖 永家之禍以後中國的時令撤出半島 因為他現在在南邊 那北邊是胡仁的大亂鬥建國的階段 所以朝鮮半島第一次沒有大國 沒有中國政權的強力直接的控制 因此它就形成一個列國的局面 我們會發現我們在講日本也是列國 最後統一 朝鮮半島也是從列國 然後最後統一 所以柯本在這個地方就講到 這是朝鮮的三國時期 但如果你對照地圖這一張 跟柯本不太一樣 這張地圖上面其實不止三國 三國只是大部分的時間 這邊是不是有個國家叫嘉義 所以其實它也跟日本那個天下一樣 朝鮮半島這個天下 有一些國家在競爭 有些優勢 有些劣勢 互有操長 這個大概在朝鮮半島 是一個三百年的歷史 就在永家之或中國政權的勢力 退出半島的背後之後 那這三國也都把中國的國家統合中央集權的 這一套的模組拿來用 我剛剛一上課就講模組 中國已經先建立國家了 日本拿去用 你怎麼建立國家 SOP 我也照著做 根據我的需要做調整 那朝鮮半島也是 因此你把中央集權式的國家體制畫下來 都自命為天地 這跟中國的皇帝蓋地也差不多 也用陰陽五行 這一套就是中央的武德宗史說的朝鮮版 這些東西全都類似 所以我們再講中央文化 全會有一些共向 共同的內容的原因在這邊 好 再來 因此我們看到是 朝鮮半島在這個國家競爭 最後勝出的是新羅 那因此之後朝鮮就比較像 朝鮮半島比較像是一個 中國式的朝代更地 那我們如果對照剛剛這張地圖 就是新羅後來在唐的支持之下 統合了朝鮮半島 那日本其實也支持白濟 不論如何七十七的時候 相當於中國唐朝 這張是對各位來講最簡單的一個 朝鮮半島的歷史 那自從新羅這個國家 消滅其他國家統合朝鮮半島之後 再來朝鮮半島就比較像是 後面的朝戰取代前面的朝戰 也就是都維持統一 但是統治者不一樣 好 那新羅相當於中國唐朝的時間 後來被姓王的高齡所取代了 因此這個叫王室高齡 王室高齡存序的時間 相當於中國的宋本源 好 七元我也列出來了 那最後這個是各位 如果有看那個韓劇的連續劇 比較會看到的時代 就是姓李的朝鮮 歷史朝鮮推翻了王室高齡 因此相當於中國明清 這個也是我們推薦給各位的課外獨舞 從漢井到燕京 吳正韋寫的那一本 他集中所敘述的地方 好 那一直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整個朝鮮半島政治史 自從新羅統一之後發展的狀況 那我們其實現在焦點不是集中在 這些政治是怎麼樣去發展它的細節 我們直接要談的是他同志的正常性 課文在19頁 那最後一段 最後一段你要注意 這一段其實有一些我們要特別注意到的 好 我把它載入上來 那不是南一版 我寫錯了 這是我們三明版的內容 就在第19頁的最底下 好 高齡王朝是皇建所建立的 因為姓王 所以我們一般叫皇室高齡 需要十條你特別標記一下 需要十條就是這個開國的高齡的帝王 告訴他的大臣跟老百姓一個國家什麼東西最重要 我們要遵守的東西 就要點嘛 重點十條 好 那我們等一下會看十條內容 那你先把這個國家政權的正當性先畫下來 靠佛祖必用 他寫白話了 這是一個以佛教為名建國的國家 政教為名的國家 這是一個佛教國家 所以靠佛祖必用 那再來一個 他把中國的武德宗史說拿來 那為什麼叫地德呢 他又把風水的觀念加進去 各位知道地理風水 這是一個類似的詞彙 所以這些東西都有一個既來自中國這個模組 但是又經過一定的調整跟改造 那我們看到課本右邊 我們用一些東西來加強王室高麗 是一個佛教國家 並且他統治正當性的印象 你是在右邊看到一張照片 長得一樣 這裡面要小看這樣照片 這個是目前全世界留下來最早的大藏經 大藏經就是佛經的collection 所有佛經的集結 那你知道這時候已經是一個有印刷術的時代 印出來的是紙張的佛經 那這個板 就是木板 雕板 目前留下來最早的 在往世高麗時期 中國都沒有這麼高 所以我要知道 我們在講東亞文化圈 不是說最早的遺留一定都是在中國找到 像這個最早的佛教的雕板 就是在朝鮮半島我們所看到的 那它本來還有更早的版本 可是因為蒙古人曾經出兵 然後侵略朝鮮半島 後來退兵 然後重新再刻一次 因為這個國家既然是以佛教立國 我今天標板被毀掉了 我是不是用國家的錢 我都要趕快再弄出一套出來 因為這是國家最重要的事情 這是王室高麗的潛戰計畫的第一項 不知道潛戰計畫是國家重點發展 那它既然以佛教立國被毀掉了再製作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留下來的話 也被列為世界的法理禪 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 再來我們看到剛剛你在課本所畫下來的 訓調十條 我舉當中的兩條 幫各位看這個國家的統治 他們重視什麼 第一個 我國家大業必知諸佛不為之利 這是一個佛教國家 第一條 開頭禮異 再來我看到是第四條 唯我東方 這跟我的那個孝孤 孝孤叫什麼 那個是孝哥 對 唯我通方 這個感覺怎麼開頭是一樣的 舊木唐風 文物理樂 西尊其治 你有沒有發現 他把模組是學自中國都直接講出來了 可是書方意圖 人性各異不必溝通 我是不是學的東西但我有所調整 沒有說一定要完全一樣 所以這本來就是中藥化圈的概念 同中有異 好 契丹是禽獸之國 這是流入國家 我們學的是禮樂式農業這一套 你會發現就跟我們剛剛講的蝦儀 雄喜 這些概念是相同的 他們也自取為是禮樂之國 我是學農耕國家這一套 我是不是貶低非農耕的這一些文化 以及生活習俗 所以這邊看得出來 風俗不同 言語各異 衣冠制度 聖物效應 不要去學那些非農業的那些生活 那是輕壽 好 再來鎮賴三寒三川隱憂 這個講到克爾的彼得 擬成大業 那各位都知道風水地理 就是有那種風水寶地嗎 朝鮮半島風水寶地在哪裡 在金正恩現在住的地方 西京平朗 水德條順為我國地脈之根本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把中國的福德宗史作搬去 又特別強調風水地理 所以這邊我想你看一個朝鮮版 主要是說你run過一次 你知道他有中國的影子 但又跟中國有一些的出入 好 接著我們看到可能第二十頁 好 二十頁我們講越南 越南我下了一個標題 就是在越南的北邊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陰影 而且因為那個身軀太廣大了 那個陰影始終擺脫不掉 可是越南也有很多東西是像中國學的 來 例子 中國的宜則有陰影 宜則是說他承受中國的一些模組的東西嗎 那陰影當然是指中國對越南來講 是一個巨大值得恐懼的存在 好 那你現在標題旁邊寫一下 月就是月 月就是月 這個月等於這個月 那你們知道右邊這個月 現在是指中國的哪一省嗎 大家知道嗎 對 廣東 廣東省 所以其實百月的這個百是形容詞 百是多的意思 豬子百家也沒到百家 美妮江 這邊是美妮月 美妮月什麼意思呢 太多月我分不清楚 中國南邊就是一堆月人 這種月人 那一種月人 結果就說他們這一堆百月 那向遠藩就是這一堆百讓 懂意思啦 許許多多的意思 好 那他們其實是農哥民族 我們廣現在就叫月族了 那分佈在哪裡 最早是今天浙江 廣東 廣西 一直到中南半島這一代 很廣喔 後來是因為中國這個農耕政權 不斷的往南擴張 有一些月人就變成中國人 變成華夏連 這我不意外啦 但有一些就退到南邊 還維持他自己的陣頭 那他們其實也是農耕文化 所以比較容易被中國化 被中國的內地化 可是他們有一些習俗跟中國不一樣 像紋身斷法 各位知道 有一些我們從考古習俗上 是可以發現不同的 好 那我們進入到特朗20年內容 你把第一行自秦社俊治理 那個俊寫一下 金始皇在今天越南北部廣東這一帶 設置了相俊 剛剛不是講漢古定在朝鮮半島 北部設置了死俊 南邊這邊有一句 就是相俊 所以我把名字列出來 那之後的中國政權長期統治這個地方 所以我現在要請各位 把課本的最上面的時間軸畫一條線 我已經用紅筆畫了 各位畫一下 他在滿前面的 在這個地方畫一條線 就是中國統治跟胡朝的中間畫一條線 他這時間軸畫得很爛 因為他沒有辦法看出他的真正時間的長度 所以這條線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條線之前的越南基本上是中國統治 雖然有例外 這條線的後面 中國只把越南視為繁殊 所以前面是中國直接統治 後面是中國間接影響 前面是俊線 後面是繁殊 你自己這條線畫了之後 把它的意義寫一下 所以越南史我們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切成前段跟後段 那這條線落在什麼時候呢 大概10世紀 也就是唐朝結束之後 中國基本上沒有辦法直接把越南納為均線 而是只能當大國 然後把越南視為繁殊 好 我想我們因為你看這麼多的顏色的方塊 越南的朝代太多了 朝鮮還算比較好記 那越南如果積不起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一刀切 你至少知道前段跟後段是明顯不同的 好 那我們說前段基本上是俊線 也有例外 那我們看到前三世紀趙國建立南越國 那我們現在因為是在中華美國的課堂上 聽起來這件事沒感覺 可是你如果是在越南的課堂上 這是越南最早的獨立政權 所以這個西元前三世紀就是在秦末 各位知道秦末大亂嗎 從秦末一直到漢武帝 簡單講從秦始皇之後一直到漢武帝前 就是南越國處在的時間 那這個南越國就是越人所建立的本土政權的開始 我覺得課本對他不太公平 不久就被漢武帝鎮蔽 秦始皇有直接接漢武帝嗎 這邊隔了大概一百年 所以你看這個漢武帝好像是不久 人家存續一百年不久就直接過去了 快轉過去了 好 因此這一段課本先順利一下 好 再來剛剛畫了這條線之後 中國不再直接設置軍縣了 因此五代十國宋代之後 越南脫離中國統治 開始獨立自主 國家體制建築完備 就是說文化上他一直受中國的影響 然後他接受一些中國的東西 但這個時候他政治自主了 接受中國側封為凡屬 但已經是獨立國家了 我想這段比較沒有什麼特別需要談的 好 那我們課本這一段禮歷 在二十年最後一段請各位也特別注意 我們要談的都是他們的一些自主和儀式 好像禮歷 十五世紀的禮歷他是建立禮朝 你對照上面那個時間軸 有沒有看到後禮朝 他就是建立這個禮朝的統治者禮歷 他擊退明帝國的軍隊 這是明初的時候 所以明朝試圖要仿效他的前輩 什麼和武帝之類的 要把越南納陸辦公設立軍縣 結果被李立所指退 那你把這個地方畫下來 南國山俄南地區 這就是一種自主獨立的意思嗎 南邊這是我越南人的國家 越南人的政權 是我越南人要當民治者 所以明朝是侵略者 你從這一套的這個來看 他跟中原政權是並駕齊去的 所以其實對越南政權來講 中國一直是北方的一個巨大的存在 我剛剛講的歸之不去的陰影 在政治上是這樣子 好 那後來19世紀的卵巢 這是姓卵的所建定的政權 就叫卵巢 自詩為中國文化的政統 是清朝的外移 所以他們也是接受中國這一套 農耕文明是高尚的是禮樂 貶低非農耕文明 因此大清是一個北方下來統治的民族 你會發現朝鮮 李氏朝鮮跟越南的卵巢 他們都有共和特質 他們都瞧不起大清 因為大清非典型的漢人所建立的政權 所以其實我們在看東亞文化圈的這個概念 它背後是有一些比較複雜的面貌 詳細在課外讀入後就看一下 那請把這一本書的書名 這個史料寫在20頁底下空白的地方 我們看太多中國版本的越南史 那你中國版本的越南史什麼東西 中國就老大 越南只能是西韓 小弟的存在 那有誰永遠要當西韓 所以我們看一下越南的觀點 你就知道會不太一樣 它只會把北邊當成是一個不斷的威脅它的出在 這個叫大越時機全數 15世紀就是彼朝的時候 那這一段就在講李力 他說李力前面幾行 有點像是中國起自於民間的帝王的故事 這是什麼大奮圖牆 每天都什麼努力在為未來再著想 看到魚兒往上游就知道要力爭上游 那這種故事長得比較像 好 最後就去跟明朝入侵的軍隊決戰 集民人初響 所以明朝是侵略者 大明是侵略者 兩國自事空好 南北無事 所以北方的中國大明只要不侵略我 其實我們就維持友好關係 那這一段大越時機全數的故事 又跟課本駐史的環劍湖有關 你把駐史第三行這個越南河內景點 環劍湖把它標記一下 各位現在因為不能出國 照片各位就品嘗一下 這個就是環劍湖 景色非常優美 據說湖裡面有一隻神龜 據說李力就來到這邊 神龜就借給他一把寶劍 這邊講正語 一把寶劍 那個神龜角橫斷 不知道怎麼把寶劍給李力 還是天堂掉下來 反正神話 好 李力就用這一把神龜所賜的寶劍 擊退了大明的軍隊 後來李力再把這個寶劍還給了神龜 那當然我們不可能認真這個故事 好 那可是各位看一下駐史 神龜將劍藏在屋底 把這一句話下來 最後一句 以備日後可在取劍抗敵 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應該可以回答出來 請問日後可在取劍抗敵的筆是誰 來 中國寫上去 中國政權 所以他們都知道李力這次不會是最後一次嗎 那個劍是常要用的 神龜也可以磨很久了 神龜要一直出劍這個劍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中國就一直在對邊的存在 它不可能消失嘛 那這個狀況一直維持到什麼時候呢? 我們今天2021年在講還是一樣的狀況 只是我沒有辦法再詳細談這段歷史 好 沒有問題 我們一之一就給講完 翻到第22頁 好 我們直接開始 一之二講畢國統治技術 那一之一跟一之二差在哪裡 一之一是講說 好 我今天建立的統治 農耕的那一種 油木的這一種 我的統治的正當性是什麼? 我為什麼應該統治你們? 這第一節都強調這些東西 那第二節在強調什麼呢? 統治不是一個抽象的詞 統治有點像是維持帝國的齒輪 順利的運轉 各位知道很多齒輪疊在一起 每個地方是不是都必須要讓它運轉得非常的順利 哪地方卡住了是這個整套帝國運作的機器 就會使喚不了 那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帝國很像是一個人 末梢血液循環是要良好 那如果卡把手把 阿嬤 你為什麼都沒感覺 不是那個廣告 那個不能講 有在錄影 那個尋差寧的廣告 是有在講這個東西嗎? 那其實帝國要怎麼把他的控制延伸到最邊緣的地方 好 我們現在來看這一步 那一直俊建制就是帝國直接控制地方 那柯本第一段你仔細看就會發現 這是一個美好的畫面 皇帝不就派郡守派縣令去管地方 那各位這一張也看過嗎? 我們是不是這一張講過概念 夏昌周當時統治技術比較弱 統治範圍比較小 是這一套重建人 那等到戰國勤漢之後 統治者的權威升高 統治的範圍變大 控制力道增強 是這一套俊建制 從戰國勤漢一直到最後民情都是 那我就直接統治 我就派這些官員 這些官員做不好就換掉 做得好就升官 做不好就變官 聽起來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你這些派出去的官員 一個官在一個地方 總要當個兩、三年半 他如果表面上聽你的話 實際上做另外一套能陽奉陰迴 會不知道班長 可以到那個司令台底下去集合 結果班長集合回來之後 班長同學就問班長 你剛剛教官說了什麼事情 結果班長就說 我剛剛在滑手機也不知道 教官在講詞 我模擬一種情況 就是是不是我真的派官去 這個官員就會執行皇帝的意志 或者帝國的意志嗎 我們都知道不一定 貼高皇帝遠就是這個意思 當時又沒有監視器 又沒有手機 又沒有即時的通訊 那我派出去了 我怎麼知道他們聽我的話呢 好來 第一段課其實沒有講 這些皇帝戴氣的事情 我舉一個例子 你把這個例子起來旁邊 像漢武帝的時候 潘武帝就是跟都一樣年紀 熊財大略 年輕人想做很多事情 那就覺得我派出去的人 不太清楚他們在幹嘛 我很擔心他們沒有照我的指令去做 所以我就派出 我就新增一個職務叫刺史 把刺史寫在旁邊 潘武帝的時候設置 刺就是刺探的意思 刺史是一個小官 然後聚首其實在地方上 但是一個比較大的官 我派小官去 他敢講話 那去刺探這些聚首有沒有照皇帝的指示 規規矩矩 當好他聚首的工作 沒有的話回來跟皇帝打小報告 所以刺史是什麼樣的存在呢 他是皇帝的眼睛跟耳朵 所以你是我的眼 那個泉率就出來了 你是我的眼 代替我看什麼東西 好 自己唱 好 那因此這個東西就是皇帝是不是要買保險 我要確定他們都聽我的話 我要確定末梢血力循環良好嗎 好 這是一個 那其他例子我們就不舉例了 我們現在直接看課本在第二段 削弱地方史權 請自己後一篇寫一下唐壽靈 太刺史只是去監視嘛 那當然我有很多的方式等等 可是中和歷史上 你如果看一個比較大的轉折 唐朝宋朝之後很明顯的 皇帝後來覺得監視真的沒有用 我直接把地方的這些官員的權力降低 把更多的權力受到中央來 這講起來很容易啦 你全部都受到中央 中央要管這麼遠的地方 管這麼多地方他管得了嗎 弱化地方的意思就是 地方的質疑就變得比較不善為道 好 來 唐宋之後 帝國 中國這個帝國 是試圖更直接的控制地方 那這個因為比較難 我把課本調列時 你課本讀得懂最重要 我沒有補充 來 實際上人會受到地方政府權力過大 不聽話 官員有沒有可能胎污呢 有沒有可能腐敗 敗爛呢 有沒有可能有自立為王的野心呢 你們是不是都知道唐代有凡政割據的問題 凡政割據就是一個地方力量很大 所以唐宋之後就有一個制度性的 要削弱地方的權力 好 我們在宋代會講強幹弱智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那我把課本這些句子 他密度很高 我講一遍 他說知中 知縣都有中央關鍵的 自己補充一下這唐朝該死的 知這個字很重要 知縣本來不叫知縣 官一個縣的在秦漢時期叫什麼 縣令 縣長 可是到唐代以後都叫知縣 一直到現在都叫知縣 這個知的意思是 因為這時候的一個縣的長官 是中央關兼任的 所以你把中央關兼任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到 就是說名義上沒有地方官 所有的人都是中央關 那他就去監管這個縣 所以知道這個縣 叫知縣 那監管的意思就是 如果名義上都是中央關的話 那就表示中央不重視地方 中央怕地方出事 所以都中央關去當 這樣我是指揮更直接 這是他的概念 好 再來到了宋代的時候 周縣的上面一層叫陸 宋代的地方就是陸 周縣 三幾周 那我們一般的概念是 一個集是一個長官知周知縣 可是在陸的這個層級分權並立 這邊把它畫下來 有四個長官 四個長官的意思是 每個長官只有四分之一個 陸的權力還會互相監督 好 那這個我幫各位補充 這個是宋代一個陸的四個長官 那這個安復使管是什麼呢 管跟軍事有關 管跟一般民政有關 轉育使是跟收稅交到中央有關 那這個是管司法的交換查使 長坪使是跟物價的評定 跟一些救濟事業跟水利事業有關 所以我就把一個本來地方官的工作 拆成四項 可見中央對地方有多麼不信任 好 前幕是國學大師 他在中國歷代政治德師就會講 唐代只要奉承一個上司 我對一個上司負責 那宋代要奉承四個上司 各位光想你就知道這套很難運作 那因此這四個上司當中 以曹使就是我們剛剛在這個地方講的 轉運時最重要 轉運時是什麼概念 轉運時是把地方收的稅 收的一些物資全部運到中央 那你看前幕在這個地方怎麼講 他說唐代本來地方收入 一部分留在地方 一部分在中央 送代全部都有轉運時送到中央 我舉個例子各位就知道問題了 今天上班有沒有班費 每個班都有班費 班費就是這個班需要用 比如說買一些什麼課本配套一些什麼東西 或者你們班什麼冷氣卡幹嘛的 那今天學校規定所有的班費 全部交到學校總部處 班級如果要用錢的時候 再去跟總部處申請 各位會覺得麻煩嗎 非常麻煩 而且一個班會用的錢是不是 都是在比較小的地方 所以所有人都在總部處那邊塞車 這個就是宋朝的狀況 宋朝把所有地方收的稅全部交到重要 地方如果要用錢再去跟總部處申請 你們覺得這個在平常在做 是不是會有很多時效上的障礙 以及地方上是不是缺乏即時去做裁斷的權利 你想像一下這套制度 它是基於皇帝對地方的不信任 它的目的是希望末梢血液循環暢通 可是它適得其反 達到的目的就是地方整個弱化掉 地方整個統治就不上軌道了 好 那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的是最後一個宰相制度 這已經是我們這一節課的最後一個點了 請看到官僚政治 好 這一段其實要講的就是宰相制度 那我選擇這邊課文直接跳過 翻到課文第二四頁 好 這段比較難 那這個比較圖1-27宰相制度的演練 比較龐大一點 我都幫各位加工好了 等一下各位就直接依此加工好 好 來 中國歷代宰相制度大概3號 秦漢叫三公制度 隨行叫三省制 平行叫內閣制度 宰相是歷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 那個職務的通稱 簡單講輔佐皇帝的那一個人或那一群人 通稱叫宰相 每一個時代的宰相有不同的稱號 秦漢就是三公 三個不同的名稱 水利堂就叫三省 這樣各位知道意思嗎 所以宰相是集合的名字 各個時代宰相有他自己的稱呼 那這邊有一條線 這一條線之後中國就沒有宰相 朱元璋之後中國就沒有宰相 所以這一條線要畫得很出很大 因為上面這個時代這一套 有宰相的時代跟後面沒有是完全不同的 那在有宰相的時代秦漢叫三公制 根據課本身曆請進二十四頁左邊 佛學大師前幕說 三公制其實是首長制 那我們都會覺得有三個宰相 其實不是真正的宰相只有我手臂的這一位 你把他勸起來 真正的宰相是丞相 那其他雅惠不是真宰相在幹嘛呢 太位不會隨時都有 有軍事行動像七國之亂 才設置太位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我們不會覺得他是經常的權利 好 那因此這個好了 玉石大夫通常當過參當成相 所以他的性質比較像副成相 我們不會說正的跟副的是兩個嘛 他是高跟低的關係嘛 所以其實在秦漢的這一套制度裡面 丞相之位高權重 真正一人之下萬人之下 當然皇帝既需要有人幫他 皇帝又怕這個人會越多他權利 你看皇帝要擔心的事情如何 末梢血力循環不良 又擔心自己一個什麼腦病略是不是 中央就是在這個官僚體系的中樞宰相制度 會不會有宰相背叛他呢 所以像漢武帝這種雄才大略的皇帝 一方面是派刺食到地方去監控 一方面就很多事情不跟成相討論 架空成相 所以其實就是我既需要這些人來幫我統治 可是我又不那麼信任這些人 這些矛盾的心態在歷史上一直都有 我們這邊討論過了 但到了隋唐找到另外一套方法 跟剛剛講的一個路有四個長官有點像 好 隋唐的宰相是委員制 委員制就是有很多宰相 他們是合議制 所以他分成三個部門 一件事情討論決策形成的過程 中書城有幾個宰相 門下城有幾個 上書城有幾個 那我們去做個統計 有時候同時這三省架起來 有超過二十個宰相 人海戰術 宰相海戰術 很多宰相 所以個別宰相 是不是他的權力沒有很大 個別的一個宰相在皇帝的面前 是比較卑微的存在 你知道開會的意思就是 沒有任何一個人的意見是可以決定的 好 那因此這個東西 也反映了皇帝的擔心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好 那後面還有一些實料 我講到了朱元昭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潛無古人的決定 那如果宰相就這麼過了完 皇帝就很怕哪一天 篡奪了皇帝的地位 沒事又來因的 分了皇帝的權力怎麼辦呢 他就直接廢了宰相 那明初的宰相叫丞相 那因此這邊請你先把幾個字畫下來 明太祖就是朱元方廢相 內閣票名這個地方選下來 好 下課我再用兩分鐘把這個概念講一下 廢宰相講起來都可以做起來很難 好 那因此在這邊 這是我自制的 好 本來在朱元昭一開始 還有宰相的時候 底下六部就是執行部門 各位知道決策之後要做很多部門執行 有得管教育 有得管建設等等 那地方還有各個省長官等等 那皇帝的底下在明初 中蘇省是office宰相機構 中蘇省的裡面帶著那個宰相 就叫丞相 洪武十三年朱元昭就說宰相叛變 宰相叛變理論上是換一個宰相 他直接就把這個職位廢掉了 所以變成這樣子 那變這樣子的差別在哪裡呢 各位知道所有的大臣中央地方的 是不是會有一些事情要交給皇帝裁決 他們會上奏章嘛 就是宮門會交給皇帝去批 以前都先有丞相是不是幫你先看過 因為皇帝基本上不會過勞 這時候就過勞了 但是朱元昭是一個可以過勞的皇帝 他苦過來了嘛 所以他半夜天還沒亮就起床 開始批宮門批驟障 批到已經太陽下山了 繼續再批宮門 他挺得住 可是他子孫挺不住 他子孫都是在宮廷裡面出生的 所以到了後來的皇帝的時候 各位看就演變成這樣子 皇帝就找秘書來幫他 但這個內閣沒有畫在這裡 就代表他不是宰相 那這些秘書他本來是內閣大學士 我們叫內閣是指他呆的那個機構 大學士是內閣的人 通常有四五位找這些秘書來幫忙 這些秘書做的工作是什麼呢 他們先把這些中央 以及其他地方交來的奏章先看過 看過之後要幹嘛呢 在上面貼了一個便利貼叫票尼 你是不是剛剛已經把票尼畫下來 來票尼就是便利貼 他是一個服貼在大臣上奏的上面的一張紙 那皇帝是不是在看這些中央地方的官員 上奏的公文的時候 旁邊已經貼了大學士的這樣子了 他是不是已經很快可以進入狀況 如果這件事不重要 他就拿起豬筆紅筆寫下他的意見 是不是豬批 那是不是很簡單 有些事不太重要就照著批就好 重點是批完之後把便利貼撕掉 大學士的意見還在嗎 不在 所以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宰相 不是 好那你怎麼看到這一套算是 沒有宰相之後的一個權宜之計 那可是明朝的皇帝太難了 我們看到最後一個階段的發展 皇帝連那一隻紅筆都不願意喝 那躺在旁邊嘛 擺爛攤 然後他就叫一個宦官 掌握那隻豬筆的玉筆 叫丙筆太監 丙筆太監專門管朱筆的 然後皇帝就說我講你寫 那太監會不會上下幾十 有可能 所以各位看齁明代最後的問題是 沒有宰相了 皇帝也不皇帝了 所以明代的政治黑暗 跟沒有宰相 以及後來皇帝的腐朽事物關係的 好我們這一段主要是把整個帝國的運作 透過地方的郡縣跟中央的宰相制度 我們先講 直接下課